Hello 大家好 今天PAD Mon Hunt復刻就出了 主要是因為Mon Hunt Rise明天就出 所以PAD也要復刻 這次復刻上修的幅度不錯 所以我覺得是時候要... All in 了 首先我會先抽... 分身帳戶 最後就會抽我的主帳戶 直接就來了 基本上是出鑽蛋也不錯 火龍是這次不錯的上修 有一個新裝備 是現在非常霸道 當道的章魚燒 再加上技能也有改 所以火龍是好東西來的 繼續 繼續 其實就算不是鑽蛋也有幾隻是不錯的 一直抽下去看看 這隻就... 不說了 由一出到現在 基本上都很少機會會用到 這隻很久以前是經常用的 經常用經常用 因為它是有三個... 眼鏡在這裡 不過現在呢 很多都用... 四眼鏡 比較少用到它 斬龍 斬龍這次好像也不錯 新裝備 對啦 主要是因為它有移動RUN 移動3TURN 之後又可以解手指 然後可以解這個... 減傷 以前我好討厭見到斬龍的 以前我好討厭見到斬龍的 就好像我玩守望的時候經常出土花啦 就好像我玩守望的時候經常出土花啦 就像我玩守望的時候經常出土花啦 那我在PAD抽... 曼亨呢 是經常出... 斬龍 噢! 金雷弓 金雷弓 金雷弓我自己蠻喜歡的 除了它裝備很厲害之外 它本體其實現在也是很厲害 嗯...不錯不錯不錯 那就第一隻... 七星啦 斬火也是 以前是經常用到的 都是一些三耐性的裝備 然後還可以移動2TURN 那現在就... 小一點出場 我好記得... PAD的Monhunt合作呢 應該是我... 以前課金課得最多的... 其中一個合作啦 主要原因我自己... 真的太喜歡Monhunt 噢! 八酒魚啊 正啊 八酒魚是很有用的 那... 主要是你首先... 這個... 移4TURN 移4TURN的裝備... 真的比較少一些 還是唯一呢? 我都不記得了 已經有2隻啦 繼續斷了 噢! 來得到一隻喔 基本上Monhunt... 每一隻呢... 其實都是... 複數最好的啦 因為這次上修之後 有部分本體又可以用回 裝備就不用說了 一定有用 啊...這隻都是... 泡泡龍 泡泡龍 泡泡龍都是經常會出現的 那個裝備 經常會出場 主要就是... 他用來... 幫隊伍的回復呢 加得很多很多 那這次他再加多一個新的裝備 都是正東西來的 嘩! 嘩! 不錯不錯! 金獅子 金獅子這次的上修呢 又是... 蠻好的 是不是啊? 他有沒有上修呢? 我也不知道 3個HP強化 好久之前呢 那些人自己組成一隊 就是會用金獅子 再加金雷弓 用一個7x6的版面 去玩集積隊 不錯這個 其實為什麼這個帳戶 會有這麼多石呢? 主要就是因為... 港台版 之前的合作全部都沒得抽 還有... MARFEL啊...FACE啊... 都沒有 那這次... MON HUN這個有喔 那我唯有把他按摩 浮空龍 浮空龍的裝備呢 也是... 幾大機會會出場的 以前 因為他是... 全版洗版啦 跟著是... 水暗還要加回 然後... 又可以... 解手指 這件裝備呢... 非常之有用 這隻... 黑色龍 以前呢... 很缺... 回復殺的時候 就一定會放他下去 接著他又有三個加珠 還要有一個L 是否新的呢 總之這個裝備是非常之有用 另外就是技能 技能是... 三燒 三解 解這個禁消珠 解綁解覺醒 然後還要把一些雜珠變成暗 所以這個裝備又是非常之有用 現在再多一個新的 大手指 兩回復 一回復 破級破屬 然後還要再洗版 不過他的洗版這麼有趣 是暗回毒 那就有部份隊伍應該用不到了 不過不要緊啦 他本體其實都很有用 黑色龍想起Mon Hunt的電影版 這隻就... 讓我看看 嗯... 還是沒什麼特別 可能有... 有時候... 杯賽有用? 因為他可以退兩回 那杯賽要退兩回 應該沒什麼 算了 這些... 繼續轉 都是紅火 暫時比較熱滿的應該是... 上修得... 幅度幾大的... 藍龍啊 滅盡龍啊 還有哪隻啊? 黑龍啦 哦... 怪鳥 是... 上次新加入的 一個平衡沙 裝備非常之... 有機會出場 轟龍 轟龍的裝備呢 現在好像多了兩個火環牌 那... 都有機會夾 出場 暫時還沒抽到我自己剛剛講的幾隻 藍龍啊 滅盡龍啊 滅盡龍啊 好了... 碎龍 碎龍是非常之有用的一隻 以前本體呢 可以用來... 配合... 配合那隻是...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用來快拆隊 現在已經沒什麼人用了 但他的裝備呢... 到現在都好 都是會出場 因為光隊... 非常強勢啦 他的裝備呢 可以用來... 加這個攻擊力啦 然後有一個新的 新的裝備呢 竟然是... 全防綁啦 然後再加這個... SX WOW 今次是有一個大盾 然後解綁 然後... 光... 邪魔 這個就真的要看情況用了 不過這一把武器呢... 就非常之有用 所以是... 一個非常好的... 裝備 最後兩抽啦 嘩... 嘩... 霸龍喔 霸龍都有機會出場 現在... 招技是多了一個盾給他 看看裝備先 這個就是新的 減回... 嘩... 但是... 這麼誇張呢... 大手指... 大防綁 然後... 還有一個Skill Boost 再加L 還有一個HP喔 嘩... 挺誇張喔 然後... 洗版啦 再加兩回擊減 挺有趣的這個裝備 不過... 減回覆就... 真的要看情況 好啦... 最後一抽 嘩... 都是轉啦... 嘩... 中賣 藍龍啊 藍龍又是... 裝備呢... 都... 有機會會出場的 到現在 只關有兩個大HP啦 然後又有一個L 那現在上修了之後 本體呢... 其實都...都用得的 非常之高血 嘩... 嘩... 剛剛我... 還想說... 以前抽到Mon Hunt呢 那個... 機率都... 很差的 真的要抽到很多很多抽呢 才會出些好的東西 但是... 今次這個帳戶... 不錯喔... 28抽是不是? 那...都有很多隻七星啦... 算...算是這樣的了... 好... 那...之後就到... 正身啦... 正身因為... 技術上的問題呢... 就沒有聲... 所以... 照抽吧... 好... 來了... 我... 正身就是... 石小一點 因為之前抽了Marvel 我就特意留下不抽Fate的 原本就想著... 如果他... 沒有任何的上修呢... Mont Hunt 我就會抽了Fate 但是... 竟然... 不錯喔... 那我們抽過先吧 剛才是兩抽的免費抽 嘩 免費抽竟然是黑龍 不是不是黑龍 黃黑龍 黃黑龍又是正東西來的 多謝MonHunt 不知為何是多謝MonHunt 不是多謝P.A.B 第二抽的免費抽就這樣 直接來吧 這隻呢 電龍也非常有用 但我自己有太多隻 因為它是非常高功 然後本體就有很多個U 如果用來放進去U隊 就有一個快刷的效果可以 而且技能也很有用 裝備就 搬一搬 好 麒麟呢 以前是非常高的 出場率的裝備 其實現在也應該是 現在也有機會會出 主要就是它有4個光環牌 是不是多了呢 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多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新裝備 不過這個新裝備呢 好 挺厲害 防雲 三個光家珠 然後技能是 新城九 粒光珠 還要有兩彎的光束三倍 有用有用有用 馬上就出一個好像沒什麼用的轉 哈哈 噢不對 新裝備竟然是有 磅磅再加一個skill boost 技能就是 退兩回合 然後再洗版 嗯 可以翻山了 以前它這個裝備 也有機會會用到的 噢 不對 是不是改了技呢 現在是4個水環牌 然後之後 三樣都是燒7回合 覺醒啊 綁啊 按燒豬 然後再洗版 不過我 水隊啊 水隊玩橫牌 我自己就比較少一點 現在很少水隊啦 很少玩水隊 繼續 繼續 連出咯 轉 可以可以可以 雖然有很多隻 最後一招 都是轉 哇 可以 那我就可以用一隻來盡做裝備啦 不錯 滿意 今次的機率 七抽 七抽 七抽都有兩隻 啊 九抽 加上兩抽免費抽 那有隻黃黑龍已經很好 因為之前很多隊伍 黃黑龍都是要放他這個裝備 然後我沒有 那這次終於都中了 非常之好 欸 最後抽 兩抽 免費抽 免費抽 那 Face呢 就直接換算啦 嗯? 哇 這麼好彩的 Saber我想要啊 我現在有三隻 要多幾隻都 都好啊 因為它這個新進化有用 本體就 看情況 然後暗這一隻都有用的 所以 所以 有多一點也好 其實我是比較想要神父的 那都預算了 如果沒有呢 就 換回來算了 好 抽完 OK 那今次的抽蛋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接下來 PAD應該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記住 對了 那我們 有緣再見 IPAD 拜拜